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魚 今天我們要來玩貓咪大戰爭網頁版的 好 沒錯 我們今天又是要來打狂亂貓 然後今天的是狂亂鳥貓 對 很快我們今天已經進入了8月18號了 距離我們打狂亂小貓已經是15天前的事情了 真的時間過超級快了 好啦 我們一樣先前也是有去看一些攻略影片 然後也就是大概去瞭解一下狂亂鳥貓 狂亂鳥貓好像是所有狂亂系列裡面唯一一隻有屬性的貓 它是這個飛行系的 所以我們也是用一些客製飛行的貓咪來的隊伍去打它 然後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隊伍好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打狂亂鳥貓的隊伍 然後因為它是飛行系的嘛 那我們就是用前面上面的三隻大概就是給它做一些效果的這個攻擊 對 然後如果能暫停到它的話 或是讓它降低攻擊力的話 我是想要在它這個前期還沒什麼小怪的時候 然後就先把8我們再拍下去然後先打這個鳥貓 看看能打這把算多少 然後中間會有大紅豬 就是很大隻的 然後它會很容易推現 所以我們也是要拍一些能克制紅色敵人的貓咪 就是我們浴缸貓跟我們的臉貓 就是這個蘋果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差不多用這個隊伍 然後來去攻略這個狂亂鳥吧 好 那我們就先到那個見面 好 我們到這見面了 然後我們今天體力有400多 所以應該是可以打兩場 如果第一場不行的話我們再用第二場 好啦 那這一關 主要是因為鳥貓一開始它就會出來了 而且小怪的話 其他小怪會好像等一分鐘後才會出來 所以我們前期的話可以快速一點把這個經濟先累積起來 然後狙擊手也開一下好了 那差不多就 道具就是開這兩個吧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我們進去的時候先把狙擊手關掉 關尸打開一下 讓它 就是有先累計那個視力 然後 好 再關 好 等一下打開之後它就大概可以 馬上打一拳出去 好 等它再近一點 好 我們先拍一個電視機好了 因為電視機貓是對於飛行 飛行系列的那個很耐打 所以可以試試看看 主要是怕經濟不夠 電視機貓有機率讓這個飛行的 這個敵人攻擊力降低 快點快點快點先降低快點 它還沒降低到 有了有了 我們差不多就可以 把他把我們都拍出去 有暫停到快點快點 沒有沒有 沒關係 我們就 至少可以彈幾下攻擊力 鳥貓應該打的不會太痛吧 印象是不會太痛 我們會不會在 但是 小怪還沒有 到很多的時候就把他打死了 我也希望啦 可是 我還沒有試過 手機板也還沒有試過 我記得它血量一百萬多 應該 剛剛應該也空了好幾下了吧 應該也快要掛掉了 而且我幹嘛 拍一隻點軍出去 好 但現在我們等這個 巡路到前面一點的時候 我們再做這個 再做這個打 這個動作 這邊累積一些經濟 巡路的KB有20 所以 他還蠻難處理的 好 我分 唉唷 我用錯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 招換多少 經濟至少也要留一些 因為 後期會有 紅豬 而且這一關的經濟來源非常的少 所以也要留一下 欸 我們打死一隻了 而且我巴哈姆特就可以在招換了 快快快快快快點快點 我要激動什麼 欸 我打死他了 我已經把他打死了 欸 超快 而且剛剛是不是還爆mine一下 欸 狂亂牛mine也太簡單了吧 好啦 我們這一 這一集真的非常快就結束了 我們要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隊伍嗎 好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 這就是我們剛剛通關的隊伍 好啦 我剛剛忘記講說 這個 巴哈姆特是最右下角的這一隻 這隻巴哈姆特是在我們上一集 那個 狂亂牛貓過關之後拿到的統帥力 去把這個 宇宙天生下的關卡先打到 打完 然後 就這一關過關就可以拿到 巴哈姆特三階段的進化 好 所以 呃 我們剛剛前期就是丟出 中間 右邊的三隻 然後就是給他用到這個 飛行的 飛行敵人克制的效果之後 我們就把巴哈姆特派出去了 然後因為前期真的是轟太多下了 所以 我們 我剛剛覺得我們第二次能召喚的 就是把他趕快召喚出去 然後我們就很快的把這個鳥貓給打掉了 好啦 今天這一集真的很快 那 那 我們先把那個鳥貓先那個 先把他拿出來好了 好啦 我們的鳥貓在這邊 好啦 雖然這一集真的 太快了 但是越快越好 我們這張剪影片可以剪超級快 好啦好啦 謝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今天 就這樣子喔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